华联县长徐真伟长期关注在地社福议题 昨天前往寿风乡拜会财团法人爱新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华联分会事务所 希望借由公司部门的合作 让弱势学子在校园外也能获得完善的学习环境 以及发展机会充分展现才能与潜力 爱新第二春文教基金会自1996年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宣创办以来 致力于提供经济弱势地区学生的教育资源 让这些孩子不会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 而缺乏学习资源与机会 借由巩固学生基本能力增加生涯发展选择 为他们开启第二个春天 这个爱新会除了在文教的补救教学上面 补助教学上面着力在这个点 我们也关心到生命的教育 人的生命教育 这也是过去教育部多年来一直在推动 这个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的目的 那么这是今天是我第二次 我心中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非常感动的 就是能够让徐县长带预团队 来探望我们举行这个座谈 县长徐正伟相当推崇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深耕孩子们的心理教育 他也谈到华林县政府近几年不断的推动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老子思想顺应事实 我要谢谢第二春就是一个对于孩子 他心里的教育的陪伴 我们的东方的教育里面 其实在整个无论是儒家或老庄的思想里面 都是内修 都是想心 都是想心 所以华林县政府在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推人法道道法天 天法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跟天地人是融合的一体 是互相的尊重 尤其在天地之间人是非常非常渺小 而每一个人都要一睬开眼睛就是感谢 感谢我们依然还在呼吸 第二春的陪伴滋养孩子纯净的心灵 同时提升孩子们的学习表现 让家人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打拼 基金会对于学生本人或是学校乃至于社会 都是环环相扣的 会谈过程中也谈到教育执行方式 或是相关资源的整合 来为学子媒合更多的成长机会 记者林杰 收风箱才忙不到